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星期一今天呢也是我们2022年啊第一个工作日啊今天也是很荣幸能作为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呢第一个这个网络讲堂的主讲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啊会计知识以及税务上的一些知识啊那么嗯今年呢有没有发现这个21年过得又是很快呀啊大家忙忙活活 过了一年现在呢又到了这个该交税的日子啊当然是多退少补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东西就是只有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啊报税的一些截止日期的问题嗯我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课件 呃呃今天的简讲的东西呢就是22年报税截止日期 那么无论是您自己报税呢还是找我们报税还是您找任何人报税呢呃这有些截止日期呢都是您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嗯所以呢的话今天比如说一些雇主啊还有另外一些员工呢可能对你们来讲都会受益一些啊那么这一页呢就是我们的community cpa的ceo 他在亚马逊上有他的一些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上网啊购买或者看一下 嗯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些啊宣传的网页我们在一些各大社交平台呢都有自己的主页 呃第一个网站就是我们呃刊登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呢公司的一个主页 上面有一些具体假如说税务的更新啊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会计师每个会计师的这种个人介绍啊联系方式啊啊都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收到 呃下面这YouTube频道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呃在线的这个网络讲堂就会从YouTube频道上传以及更新 啊Facebook推特的话如果你有兴趣在上面关注我们的话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从上面直接联系到我们 呃当然下面是一个简单自我介绍我们是一个地域性的CPA firm就是呃公共的会计公司公共会计事务所 那么我们提供的服务呢也是这种呃像这种最基本的accounting呃比如说作证啊开工资以及事务服务 还有这个像公司的注册呀公司的注销啊这些服务我们都会帮忙申请啊还有近些年呢假如说近两年啊有这种很主要的 PPP啊像这种SPA的对这种中小企业的补助啊贷款啊还有这个呃grant这种服务呢我们都会呃有帮忙申请到 那么我们公司的一些优务是什么呢我们公司啊有很多会说多种语言的这种呃会计师比如说我是说中文的 所以的话呢我们我们就跟那些呃只是中文讲的很流利的那些客户呢交流起来就更方便一些 嗯然后我们的公司呢有不同的这种地点德门因呢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总部 然后我们在明尼苏达州啊也有设立办公室以及Iowa City还有啊最近的加州也有设立新的办公室 再下一页是一个免责声明这是我来简单读一下嗯我们举办的这个网络演讲呢是我们为客户社区提供的认真准备的免费服务 共听众参考但这个养简呢不构成客户服务关系我们该不承担任何责任每次演讲我们都尽可能收集及时的信息提供我们当时的理解来更新我们的演讲内容 但政府最新的法规政策解释经常在变化如果您仅仅是来参加我们的演讲没有任何客户服务关系的话 这些信息呢还有我们的解释呢可能有误或者有变我们无法通知到您啊如果您没有时间经历跟踪这些变化或者需要我们进一步解释 希望您能和我们联系成为我们的客户成为我们的啊客户我们将会很荣幸为您服务下面有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呃不论您在哪个州呢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变化是5152883188 下面的进入正题首先呢报税的截止日期我们从个人来讲个人呢就是1040的那个表格啊可以是假如一个人啊或者家庭啊一起来报税这样的话呢截止日期的是4月15号相信有报税经历的呢都知道这个时间点啊那么去年呢可能是有些变化去年啊这个呃政府呢将个人报税的截止日期呢延长到51500 17号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covid比较严重所以的话呢由于各种原因啊各种延迟那么政府的话呢把这个截止日期也延迟了一些啊延迟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到5月17号那么目前为止呢我们暂时没有听到说今年还要延迟消息所以的话呢大家还是准备好资料啊预计还是要4月15号之前 把这个个人的呃报税情况都上报上去那么公司级别的呢公司的话我们有两个日期一个呃一个是4月15号一个是3月15号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怎么记住他呢假如说像这种呃c corporationc corporation他跟个人的话关系并不是很大 他他自己就是一个个体那么他的日期呢就跟我们个人报税的日期啊是一样的4月15号那么partnership还有这个s corporation呢这两个啊一个是合伙一个是s型的这corporation s型corporation是什么呢就是s就代表small就是这种啊小企业中小企业的一个corporation这两一个这两个entity他的报税日期呢是3月15号呃为什么要比正常的c corporation或者个人的要提前一个月呢那么这一个月是他有的原因的这两个entity啊他的一些profit或者last啊收入或者呃损失 他是要留到您的个人身上的他自己呢呃公司自己本身呢没有任何的收入和损失都是留到个人身上的都从这种呃如果您是这些公司的业主呢您知道您会收到k1每个人都会到会拿到一个k1都从k上体现所以呢他们总之呢就是他们要先报完税报完税呢您就知道留到个人身上的到底是损失 还是啊收入这一年所以呢所以呢有这个信息您可以才准备呃才可以准备个人的报税情况所以话呢呃这个月提前这个月是有他说法是要给您个人报税呢呃留足呃留足这种啊充分的时间呃nonprofit nonprofit就是呃就是呃无盈利就是对无盈利的公司呢他就是时间呢是5月15号 比正常的要晚到晚一个月我们到下一张如果呢我们回来啊如果您在三四月份的话没有及时拿到信息或者说呃没有充分的准备好那怎么办呢您可以申请这个延迟申请延迟啊会给您更多的时间给您多长的呃多六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个 报税您像c corporation之前我们说是这个4月15号那么申请延迟之后呢就到10月15号多六个月这个适用于其他的entity比如说个人啊partnership啊c corporation这些我们之前都说到了啊就是partnership s corporation呢之前我们说到了他们的截止日期呢是在这个3月15号所以的话呢加了六个月呢就是9月 9月15号这就是很直接的一个截止日期那么有的公司呢他不是按 calendar year算就是不是按这个日历上这个年份算日历年份呢我们知道是一月份到12月底是我们这算作一整年有的公司呢由于是他是假如说季度性营业啊或者说是这种啊就是这类的公司呢他有时候不按 calendar year算他按 physical year算假如说我从 我就定的第一年报税我就定的从7月假如说6月30号到转年的7月1号算是我这个physical year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报税的截止日期要怎么算呢啊c corporation要在财务年度截止日期的4个半月后 是他的这个报税是他的这个报税的截止啊截止时间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呃有一个方法就是很好地会帮助您理解这个假如说c corporation我是c corporation然后呢我是按 calendar year算就是说12月底就是我截止的这这个年份的截止日期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是在4月15号转年的4月15号是他的due date那么正好他就是呃相隔了四个半月所以的话呢您看这个正常的calendar year相隔就是四个半月那么算的fiscal year呢他还是四个半月假如说我的是fiscal year然后呢我是我要算在11月底是我的year end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四个半月后啊 啊就是试用于到这个10月底是的year end的话呢那正好就是3月15号就是他的截止日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如果申请延期的话呢同样跟正常的calendar year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延长六个月假如说我是fiscal year11月份啊我正常的截止日期呢是三月底那么申请六个月的延期的话呢就是9月 9月中旬啊9月中旬这就是我的due day呃nenprofit非盈利呢就是啊财务截止日期的五个半月后啊是在due day就像正常的candor year一样正常candor year non-profit呢是在呃5月15号正好是相差五个月所以的话如果您是non-profit而且是physical year就是五个半月之后是您的截止日期 那么正常如果您正常申请延期的话呢 跟其他的entity是一样的 都是延期六个月 呃我们报税之后啊 或者说报税的时候啊 可以申请这个direct deposit direct deposit好像没有中文没有直接翻译 就是说直接从这银行转账到您 您这个银行账户上 呃呃就是退的税啊 就是可以直接转到这 那么 呃这里这个direct deposit 就是直接到账这个方法 是我们推荐的这种最安全最快速的方法 如果呃政府federal那边process您的tax return 如果您是有这种呃就是有就多退税的话呢 他就会直接反映从这direct deposit反映 直接就是转到您账上了 就不会以这种假计之票的形式呀 像计之票的形式的话 呃在路途中有可能丢失啊 或者有可能呢被别人打开啊 这样的话那就是不不是很安全 不是很快速 呃大家都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有这个direct deposit的方法 那么呢其实呢您还可以 呃按照您的需求把这个钱呢转到多个账户 就是假如说一百块钱呢我五十块钱想转到这个五十块钱想转到那个账户 这都是可以的 嗯 假如说呢有一些人群啊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这个完成他的报税 比如说呢啊假如说入伍成员假如说您在这military在这个啊军队里去工作或者说做一个成员或者说呢在一些战争区域作为这些服务服役人员啊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有些特例他们可以在什么时候纳税呢或者什么时候交税呢在这个或者什么时候报税呢在这个离开战争区域一百八十天之后 就等于半年了您离开这战争区域啊半年之后啊您您在这个报税交税都是可以的 嗯还有一类人人可以晚交是什么人呢假如说联邦政府宣布啊为灾区的啊就是住在灾区的这个这些纳税人 就是说您住在这个区域呢为联邦政府宣布为灾区的啊您就有更多时间来这个报税 那么如果您是这些人呢您会收到政府通知会给您一个啊有效的延期时间 那么说到报税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收集文件无论是您自己报还是给别人报税都是要收集好文件 那么一般的话一月份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月您会收到各种邮件 如果啊您在多个地方工作的话您会收到啊您所有雇主的给您的一份W2啊如果您是这种合同工作的话呢您就收到1099 还有假如说银行啊会给您这个贷款利息的一个报表啊这个贷款利息呢在您这个报税上可以做一个这种啊 就是说下面说到不要随意丢弃任何文件可能有的文件啊您不太了解觉得它没有什么用 但是呢在可能在会议师眼里啊这些文件能能给您省不少钱 所以的话如果您跟我们啊预约往我们这报税来讲的话您就是把所有您是能收集的东西都给我们 我们会尽可能的啊帮您把这些信息呢全部用上 嗯像还对还有一些电子记录假如说呢有一些雇主啊或者说呃像一些公益组织啊一些 他们可能不给您就是寄送这种纸质的W2或者一些收据 所以的话您要一定要查看自己的email啊啊手机啊啊这种这种资源来啊把这个应有的收据啊都一定要都拿到 嗯 对还有您要讲说您是一个做生意的然后平时的平时我也不我们也不给您做账或者说您啊呃也不给自己做账 您就是靠收集的一些收据啊来计算自己的这种费用啊您一定要把这种收据哎给收给整理好 然后呃在做税的时候啊这都是相当有用的一些东西 嗯下面说到一定要把文件按类型归类啊这就说可能说到我们之前一些客户啊假如说他们就是给我们 假如说一箱东西里面有各种收据这个我们要也要费很多时间帮您归纳如果您在您手中呢因为您比比我们更了解您平时攒的这些收据 如果您能简单的把它归类好之后会给我们省很多时间也会帮助您呢把这个税啊上报的更快一些 嗯下面说到一些啊比如说您有一些股票啊基金的买入买出 嗯像对呃如果您知道一些买买出价格的话当然是最好如果您不知道呢大多数人肯定也不记这些东西了您一定要向您的股票经纪人或者基金经纪人来索要这些啊税务相关文件 比如说您假如买股票啊啊您会收到1099从您的这个broker account会收到一个1099的一个表格啊那么您要把这个表格留好我们要通过里面一些数据呢要帮您算清您的啊这个净利净利润或者这个净得净损失 还有如果您有一些rental property啊就是一些啊这叫怎么讲啊有一些房地产啊您收租金啊一定要把这些收入啊也都记轻 还有一些重大的一些人生经历这个在报税的时候呢也是也是有用也可能可能会帮您省掉啊一部分税比如说呢呃有什么人生经历呢结婚啊离婚啊这都是很重大人生经历 还有这个丧偶啊还有这个丧偶啊还有平时如果您啊记这种chel support啊一些上养费的一些记录啊或者说您领养过一些小孩领养文件啊还有小孩监护权的这些协议书啊您要把它都保留好 然后啊帮您做税的时候呢您就通通交给我们我们就是帮您来处理如果您这一年有新生儿那就先恭喜您 然后呢您一定要把他的一些相关文件也要准备好比如说他的社保卡啊啊这个儿童的保育收据啊还有如果您在这些他的啊大学储蓄计划里有些贡献呢一定要把这些的啊证明书 或者说这种报表都准备好啊有人就是有疑问假如说我这个报税的话我没有任何债务假如说我不欠政府任何钱的话那么啊有没有罚金呢假如说晚报税有没有罚金呢这是没有罚金的如果说您是啊假如说只是啊给别人打工然后这个雇主呢帮您就是代扣代缴这个收入 税的话那么正常大多数情况下呢您都是有一些有一些退税的这些退税呢如果您是假如说晚报了假如说我从17年就开始就没有报 那么这些退税的话我要不要您要是不想要的话呢但是我们的建议有多退少补都要报税的这是一样一样都报税的但如果你没有报的话呢这肯定是没有罚金的因为是政府欠您的钱所以的话您不交罚金但是呢如果这些退税啊您要是太久没有报税的话您就失去了就有可能失去这些退税了 就假如说可能四年五年啊呃他们就不给您退这个税了所以的话呢呃首先您不论是欠税还是呃有退税您都要及时上报对您呢都是呃最优都是一些最优的呃选择 嗯如果您很长时间哦假如说呃这4月15号是报税日期然后我忘记报税了然后后来呢我也忘记申请延迟了呃那么我在担心哎这是不是要产生罚金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您还是抓紧报税缴税有可能呢您不需要呃不需要交更多的罚金以及罚金 产生的利息这都是这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说您晚交了的话呢如果您赶紧尽快交上去有可能也没有罚金所以的话呢总结为一点就是您一定要报税您一定要及时的报税以及正确的报税 呃下面说到就是等于是我们公司的一些情况了如果您是对我们公司是很新的话呃我们这儿呢可以支持您可以把这些报税东西啊 报税文件啊来我们办公室来传给我们然后一旦我们收集完所有文件之后会在大概10天之内完成报税啊也是这是很迅速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我们会一定尽我们所能在很快情况下帮您报好税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的这些税务准备者打电话 一般您跟我们合作啊我们都会给您一个呃专门做税的一个人啊您可以就直接跟他联系嗯我们公司呢也会呃给每个员工啊像发这种呃business phone就是我们有专门跟客户联系的一个电话所以的话呢如果您是跟我们报税的话您就会有我们这个事务准备者的私人电话也会方方便您联系 那么最后呢是有问题的话我们commutecpa啊都是可以提供帮助的您就是有问题就联系我们嗯嗯还有如果有些问题呢在这种rs网站啊就这种联邦网站啊嗯他都有他都这个q&a session就是有人就假设有些问题啊他很多人都来给给这个irs打电话他就会放到网站 啊就会直接把这些答案呢就post到网站上您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看他的一些嗯就是大家都比较常问的一些问题嗯然后呢如果假设您欠的钱比较多啊欠irs钱比较多啊您也可以跟irs协定一些比如说分期付款的一些付款方式然后这些方式呢您可以从下面irs.gov.pay 这个网站上来咨询 嗯下面就是说到rs啊也是有很多语言的如果是您说中文或者说这个西班牙文您都可以直接从这个rs网站上直接转换语言这样更方便您的理解 最后呢很高兴呃大家来看我们这期讲坛然后有问题呢大家可以email Catherine他就是管这个网络讲堂的人然后您也可以email我我的email呢就是victorvictoratcommunitycpa.com 呃您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我们是周一到周六啊早上八点半到五晚上五点半营业啊开门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谢谢 收听祝大家准备